可是今年我看到不一樣啊 今年剛好變回來 為什麼呢 今年變回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看到的是國民黨 他們自己的那種 到現在為止 雖然有部分深男回來 但回來的還不夠多 事實上這些深男的根本不需要回來 以前這些深男的再怎麼樣 都會投給你國民黨嘛 所以國民黨其實真正的大盤沒有回來 所以他們大家都要加油啦 如果你們國民黨今天這麼強的話 贏定了嘛 贏定了那侯友宇就不用找趙少康了嘛 今天 今天國民黨的某個黨部主委 還講的吃了良心豆沙包你知道嗎 然後講老實話的說 有他很多的這個知識跟他講啊 如果韓國瑜的名字 沒有蓋在總統副總統那個帳的話呢 他們不投 到現在耶 非韓不投啊 到現在耶你知道嗎 韓國瑜不是第一部分區第一名的嘛 也沒有用啊 但是沒有用啊 你知道嗎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他是國民黨的很重要的黨部主委 他就自己這樣講嘛 所以你就知道到現在 誰說國民黨整個全部都回來了 不過反正呢宣傳就是 跟自己說啊 吹個全部說到碰風就對了 但是呢 那麼大家還是要更加油 這一次的氣氛跟這次的氣勢 那種熱情啊 我完全可以看到 但是還是要更加加油 為什麼不是只有統統而已 政黨票還有包括這個區域立委 都需要大家一起來加油 臺灣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股市這個話題嘛 因為臺灣臺股超過恒生指數 那麼我覺得現在民調走向已經走到大腦 都好像股市老師 在看這三支的趨勢嘛 那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賴清德這一支 他長期以來就是區間震盪嘛 就是一直在這個三十到四十之間 這樣上下來會有震盪 那值得大家來觀察的是說 藍色的這一支 跟這個淺藍的這一支 好像侯友宜 他一開始雖然是落後 那現在慢慢是穩步向上 那另外這個民眾黨這一支 區間震盪是區間往下 這有死亡交叉 所以現在你看到是什麼 你看到的很簡單 這個盤勢這半年來沒變過嘛 就是綠營穩定 綠營穩定嘛 那白跟藍敲敲板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現在為什麼柯文哲 他一直放這些所謂的內餐內餐 因為在敲敲板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藍營的選民 越覺得柯文哲這個不行了 氣保效應在選前三十天發酵的時候 對於柯文哲來說是很重的傷害 大家知道 如果到時候開票出來啊 當選的人 他的票數的三分之一以下的人 是領不到競選補助款 有這個樣子的規定啊 所以如果假設賴清德 他是這個三十趴 那得票十趴以下的人 如果是賴清德當選第一名三十趴 那十趴以下的人 是拿不到競選補助款的 那對於柯文哲來講 金在二十趴以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生命線 柯文哲的生命線是二十趴 那萬一柯文哲那個賴清德 然後四十趴的話 他十三趴以下 他就拿不到錢了 對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選霸法裡面相關的規定 所以說柯文哲一定要守住他二十趴的生命線 他不能放任美麗島電子報 一直在讓藍營選民說柯文哲沒希望了 所以他要有匯流 他要有求真 他要有各種的這些白銀的內參民調 那所以我是建議柯文哲陣營現在可以做一件事 當你在講內參民調的時候 你要學美麗島電子報 把數據趨勢跟這個裡面的表格內容都公布出來 因為大家自己會去看嘛 就算你這個原始數據加權什麼的 你沒有公布到那麼稀 但是你不能夠只有三個數字拋出來 因為台灣的選民經歷過一九九六年 到現在這麼多次大選的訓練 大家看民調的時候 其實選民也是很驚的啦 大家會去看說你有沒有後面相關的數字出來 不然像二零兩千年的時候 馬英九一句 連戰已經領先宋楚瑜了 結果到時候開出來連戰是第三名的時候 宋楚瑜當然會說 你看馬英九是蓋里波民調的始祖嘛 那現在一樣啊 尤其是黃珊珊 他過去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曾經發生說 他們內參民調公布出來 結果跟最後開票結果差很大 甚至再往前看 當初吳毅正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是講說快要黃金交叉 要跟陳其邁黃金交叉 結果開出來百分之四 那柯文哲柯營的民調向來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如果他要跟美麗島 美麗島你再說什麼 他沒有手機只有四話 至少他做了這麼多波 每天都公布啊 然後每次都公布完整的數據啊 某種程度上各台都在飲用啊 那如果你今天要講內參守住你20%生命線的時候 少說你後面的那些數據要出來 這樣子你在網路上面的磕粉 去跟人家吵架說美麗島不准的時候才能有所 這個公信力這個游縮本是很重要 不然你以前還在酸什麼 侯友宜叫你讓六趴 現在變成侯友宜可以讓你六趴 因為侯友宜可以讓柯文哲六趴 真的可以讓六趴 對所以這就是那個問題嘛 為什麼當初那個比民調六趴已經翻篇了 因為現在很多台的數據出來之後 確實選民就會藍英選民 就會一種該翻頁的感覺 好所以請教冠廷 如果真的在二十趴 好像十五趴上下好了啦 這樣不行的跳動的話 不分區民眾黨會不會有危險 本來說是八席 後來說要六席 現在說可能不保五席 好現在爆出黨內 甚至還看衰說 要改拼三個席次的區立委 乾脆拼宜蘭的陳婉惠 然後台中蔡壁吾跟新竹的柯美蘭算了 所以不分區是放棄了嗎 因為現在說他們還出現了組織盤會戰 因為不分區名單 讓很多地方組的都很美送 說為什麼沒有自己人 又沒有去安撫 現在說地方黨部都不願安排行程 組織盤的崩潰 哇接下來民眾黨的不分區 還可以如願隱藏嗎 舉行我想還是先從民調開始講起 剛剛安苗這個民調 我簡單再做一個總結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上面 我畫的黑色的線 長期的民調看趨勢 賴清德的民調是緩步往上 大趨勢是如此 侯友宇的民調 現在也是在往上 可是唯一一個持續民調 從第一次做到第86次 往下的趨勢是柯文哲 所以這連帶的影響到 除了柯文哲自己 大家不看到他以外 你的不分區的名單 現在的安全名單 當然往內來說了嘛 如果一樣是美麗島電子報 我跟大家報告他這數字 民眾黨現在不分區的名單 是下修到剩六席 大家記不記得一開始 他們說要拼十席 後來變八席 現在變六席 我講一下民進黨 民進黨 我們一開始安全名單是十二席 可是依照最新的 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的名單 的數字 民進黨已經從十二變十三了 所以民進黨開始往上了 王毅傳也有機會 對 李王毅傳搶救 還剩下三席 還剩下三席 因為時機要十六 可是國民黨大概十五 國民黨大概沒有動 十四十五在這個區間在跑 好 那這個內憂外患 柯文哲能怎麼做 第一個 就是他過去所標榜的 科學 理性 務實 結果現在每天都在批評 民調這個科學 他每天怎麼罵 這兩天 柯文哲面對媒體的時候講 當李尤博 一個總統候選人變李尤博 一個解釋民調的李尤博 他在講什麼 他講說 坊間的民調 只要加入手機四化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結果完全不一樣 然後內部的再放給大家說 我的內參民調 其實我們現在 做二望一 我跟大家報告 民眾黨 依照歷史紀錄 他所說的內參民調 沒有一次準過的 我講最近的選舉好不好 2022年 黃珊珊大家還記得吧 當時所有的媒體做出來 黃珊珊都第三名 黃珊珊當年怎麼講 黃珊珊當年跟大家講說 內部的民調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絕對不可能第三名 選出來結果呢 黃珊珊就第三名啊 所以結果是 媒體的民調 你可以不信他 你可以不理他 可是長期的趨勢你還是要做參考 而最不能信的就是各個正義 講的內參民調嘛 國民黨不是簽證子 一開始都講內參民調 然後後來 柯文哲也不相信 柯文哲你現在 真正在跟人家講內參民調 所以你今天講這個內參民調 就是因為你要壯膽 你現在的不分區其實往下掉 這是內優嘛 外患是什麼 別忘記了 民眾黨過去這幾年來 在地方的黨部 最主要的核心就是 藍跟綠 不要講不要啦 藍跟綠的邊緣人啊 就加入他地方黨部 而這些人在等什麼 等柯文哲你把他放進不分區名單啊 本來柯文哲可以吹牛啊 跟這些人講說 我們移民調現在做起來 我們有八席 十席 十席 十二席 所以大家覺得有機會嘛 結果現在之前完全夢碎 他們不僅什麼席次變少 現在是連被放進名單都沒放進去耶 所以內部現在為什麼 柯文哲會沒有形成 除了國民黨所怕形成以外 媒體現在就揭露啊 地方黨部都不主動幫 黨主席 總統候選人排行成 為什麼 組織盤崩潰嘛 組織盤崩潰一定是不滿 這個不分區的名單啊 不滿幾個點 第一個 黃國昌你憑什麼 黃國昌你對這個民眾黨有任何貢獻 你加入民眾黨 馬上變成不分區名單的安全名單 排幾條就是我們的名單啊 我們本來幫柯文哲這段時間 就是要換到不分區啊 沒了 黃珊珊耶 你自己是主持這個相關會議的人 應該最公正客觀的人 被納入不分區最安全的名單 所以內部當然會不滿 所以內憂外患全部在這裡 那現在柯文哲他的民調 趨勢又是在持續的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現在是柯文哲最辛苦的地方 是